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那现在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这一个 单元的主题 就是架构师 他的素养 他的心境 以及他的思维 那我们还是一样 这个小回合呢 我们比较着重在这个获利的思维 也就是 衔接到我们的上一个单元 就是商业模式 商业车类 市场销售 还有架口设计 等等的一种组合 好 那我们在上一个回合当中 也 举过这个Visa 的这个例子了 那么 现在我们要继续的 再来 举一个例子 来帮你 做说明 那这个例子呢 是我高老师 分出来的 那是不是 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例子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这里头要凸显的就是 跟信用卡的组织一样 他的一个心境 不让任何人都受害 就是这个心境 不让任何的一方 都受到伤害 也就是 创造共赢 的一个 商业模式 以及呢 对自己 有很有利 对大家都有利的 商业车类 好 好 在这一个 进入 这一个 我们的主题 就是 农夫 挑水浇花 的这一个 之前 我来先帮你做个铺垫 也就是 衔接 到上一个 小回合的 信用卡的部分 再帮你收银一下 信用卡呢 那么他有 这一个 三个 角色 我说 参与信用卡联盟的 有三个重要的角色 一个角色是银行 一个角色是 这个 顾客 也就是客户 另外一个角色呢 就是 店家 所以这个三个呢 跟这个信用卡的组织呢 是有 这个绝对的关联性 也就是说 信用卡组织呢 他就依赖这三个 角色 来 支撑起来的 一个商业模式 那么他可以实现到 这个让银行不吃亏 让客户占便宜 让店家的收入 也提高了 提高了 因此呢 大家就 来支持呢 这个Visa 那Visa就像 一个轿子 然后呢 这三个变成来帮他做抬轿 这是来抬他的轿子 这边 都来这个抬轿 所以呢 这个有这么多人来帮他抬轿 所以这个Visa呢 就水涨船高 那么这个商业模式呢 因为对美一方都有利 所以他们都不会跑掉 因此呢 Visa就是 一个到今天为止 能乱是一个很成功的 商业模式 那我只是指这个商业模式来强调这个A段架构师的心境 以及他的素养 OK OK 好那我现在来细数一下我所编转出来的这个故事 就是有一位农夫 那他一辈子天天只会挑水浇花 他这个一辈子呢 他这个一辈子呢 只会天天的 都是只会挑水浇花 其他事情都不会做 但是呢 这一位农夫呢 却能够成为 却能够成为大富翁 那么你说为什么 为什么 那个现在 如果你是天天在写代码 那么 你可以想一想 如果你是 这个马龙 那么一辈子天天只会 这一个写代码 那么你会成为大富翁 为什么 其实来讲 挑水呢 还要有重量 那么挑水呢 水的来源 还是有限的 万一天不下雨 就没水可以挑咯 但是 写代码 他比农夫呢 这个 一般的农夫更有利 因为代码呢 他是没重量的 他是没运费的 而且呢 下雨天也没关系 只要有头脑 有一个电脑 那么 有一条网路线 他就可以 开发出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 软件咯 所以呢 这个马龙 天天写代码 也会一辈子成为大富翁 你相信吗 OK 那我们现在就回到 农夫挑水浇花的 这个故事咯 好 那 第1个 农夫有一个心境 他舍不得伤害花 所以呢 啊 大家 很容易想到说 那么有这么漂亮的花 那么就拿花去卖呀 那不行的 因为 你把花摘下来去卖 那么你可能会把最好的花拿去卖 啊 那你 伤害的花 因为花的 开花的目的 并不是 可以给你卖的 因此呢 农夫有很好的心境 舍不得伤害花 因为 舍不得伤害花 而且每天 所以呢 就是 长了满山遍野的 漂亮的花朵 就像这样的一个漂亮的花朵 好 那么农夫 因此呢 因为有这个心境 舍不得伤害花 所以呢 成为大富翁 为什么呢 他又不能卖花 那么怎么成为大富翁呢 好 那么 因为他舍不得伤害花 所以长了满山遍野 都是花 所以呢 这个有 集花有这一个 啊 一来乡 一大堆的 啊 等等的 那么 就来了很多很多小蜜蜂 啊 来了很多小蜜蜂 啊 因为太多花了 所以来的太多的 小蜜蜂了 所以呢 这个农夫呢 也舍不得伤害 啊 蜜蜂 所以呢 啊 有人就说 那么可以拿蜂蜜去卖呀 但是 蜂蜜是要给蜜蜂的小孩 吃的 所以农夫也 舍不得呢 伤害这个 蜜蜂 跟他蜜蜂的下一代 因此呢 这个农夫 可以成为大富翁 因为他 舍不得 伤害蜜蜂 因为他没有拿蜂蜜去卖 所以蜂蜜呢 小蜜蜂吃不完 就流的满地都是 洗多洗多的 蜂蜜 洗多的蜂蜜 所以蜂蜜呢 留的地上 到处都是 不是 因此呢 农夫成为大富翁 为什么 好了 再来 因为 满山片蜜都是花 所以满 满山片蜜呢 到处是蜜蜂 所以有很多的蜂蜜 蜂蜂留在地上 吃不完 所以呢 小熊威尼 最喜欢吃蜂蜜的 这个威尼熊 喜欢吃honey 的这个威尼熊 就来了 那么 他也带来的他的好朋友 有跳跳舞啦 小美娘啦 一大堆的 结果满山片野 都是动物 都是小动物 哇 太好了 那么 你会说呢 那我们就来开动物园了 那也不行 你不能把动物关着 伤害他的自由 那么这个是伤害到动物了 所以呢 龙虎呢 舍不得伤害动物 OK 但是 因此呢 他舍不得伤害动物 因为有这样的心境 所以 他成为大富翁 为什么 那你说 大家可以 做个野生动物园呢 让很多游客来拍照 这个还可以 因为你在不伤害 动物 之前 在不伤害蜜蜂 不伤害花 的一个 基本条件下 能够让游客 来 拍拍照片 诶 这倒是 一个赚小钱 但是是不是可以成为大富翁 难说了 OK 难说了 那 不管怎么样 龙虎舍不得伤害小动物 结果呢 来了一大群的 小梅娘 一大堆的小梅娘 因此呢 这个龙虎 就成为大富翁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好 那这个故事呢 要做一个转折 那 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龙虎 也不知道 为什么 但是 因为 他有一颗 非常善良的心 非常友善的心 而且非常体贴的心 所以呢 有一天呢 半夜里 有一 一只小梅娘 酷酷啼啼的 来找龙虎 那么龙虎 就很心疼 就问他 什么原因 他说 我正 睡在被窝里 正在被窝里睡大觉 结果呢 被我妈妈把我赶出来 这个 龙虎呢 更是心疼了 为什么 这个妈妈 这么狠心的 把他的小孩呢 从被窝里头 睡大觉 睡得很甜的时候 把他赶出来呢 这个 农夫呢 就 非常非常贴心的 来 跟下来问他 你不要哭哭 为什么呢 你跟我讲 那么 讲详细一点 所以呢 农夫就再度的 问他的细节呢 原因 他就 再进一步的 解释了 昨天晚上 昨天白天呢 我来你的花园 玩得很累 因为 很好玩 那么 因为很多小蜜蜂 留下很多蜂蜜在地上 结果我的毛 就扔了很多蜂蜜 结果因为很累了 回去就 一下子都摘进去被窝里头睡大觉了 连早都没洗 因此呢 因为蜂蜜很甜嘛 所以就引来了一大堆的蚂蚁 结果妈妈不知道 也摘进去被窝里头睡大觉 结果 妈妈被咬了 娃娃大叫 所以妈妈生气咯 就把 棍子 一打 就把我赶出来 连被 都不要了 给我 盖咯 所以我就很 伤心 所以我就来 这个 请农夫呢 帮帮忙咯 可以不可以 在这里 让我睡个觉呢 白天就回去咯 所以 农夫就很心疼啦 就请她的大儿子呢 去帮小梅娘 这个 里里头发 使她梳洗干净 而且把她喷香水 把她喷香水 让她呢 很清爽的 香喷喷的 回到家里去啦 所以妈妈 就高兴了 妈妈就高兴了 这个农夫呢 舍不得 伤害小梅娘 所以小梅娘呢 就 就很 这个 来找农夫呢 谈谈心 谈谈她的 这个小小的心灵 还有她的 受到的委屈 那这农夫呢 有这样的心境 所以 她成为大富翁咯 为什么 因为 农夫舍不得 伤害小梅娘 她的这一个 很好的心境 还免费 把她里头 整理毛发 而且不收钱 消息就传组到呀 一个小梅娘 高是十个 十个高是 一只小梅娘 高是十只小梅娘 十只小梅娘 高是一百只小梅娘 结果呢 天天 傍晚的时候 来了一大群的 这个小梅娘 排队 等待 理毛发 喷香水 OK 这样 回去 才不会被妈妈 赶出来咯 因此呢 农夫呢 成为大富翁 为什么 那么 大家可能会说 那我来卖羊肉呢 不行 卖羊肉 不行 因为 伤害了小动物 农夫 不会这样做 OK 因此呢 农夫有这个心境 所以成为大富翁 为什么 农夫呢 请了他的第2个儿子呢 就去 理法庭里头呢 扫地 然后把 这一个羊毛呢 洗一洗 再晒干 给他干干净净的 把它装成一包一包的 纯梅娘枕头 然后呢 拿到街道上去卖了 越来越多的梅娘 越来越多的花 越来越多的密封 越来越多的梅娘 所以呢 这个 越来越多 的这一个纯梅娘枕头啦 所以每天就拿去卖 卖不完 还可以批花 卖到全世界 等等的 结果呢 越卖越多 越来越多钱 所以呢 农夫 即使是一辈子 继续 挑水浇花 那么 他的大儿子 继续里头发 他的小儿子 继续扫地 卖成为两枕头呢 结果 大家都成为大富翁了 那为什么 因为 他有一颗 善良的心 有一颗呢 都不想伤害别人的心境 因此呢 造就的 他的成为 亿万大富翁 这个是我 辨出来的故事 信不信 有你 OK 好 那我们来想一想 这一个2006年的时候 2006年的时候 那么 谷歌 这一家公司呢 那也持着类似的心境 所以呢 提供Android的这个软件 给全世界使用 那么 第一个 他没有跟硬件厂商收钱 没有跟 宏达电收钱 没有跟这个三星收钱 没有跟华为收钱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一个软件平台给 应用开发者 就是 刚刚提到 他没有跟硬件厂收钱 没有跟硬件厂收钱 没有跟硬件厂收钱 那么没有 啊 也没像这个 App的开发者 就是应用的开发者 也没有像App开发者收钱 OK 甚至呢 看到这个App的没钱赚 还把广告送进来给App的开发者 来 来赚 所以呢 那么 这一个 谷歌呢 提供这个软件 拿软件来送人 所以软件 是全世界 最好送人的礼物 因为 他没重量 没运费 他这个 复制不用钱 所以呢 软件呢 是 宇宙中 最好当作 礼物送人的软件 所以呢 一辈子 写代码 送软件 那么可以成为大富翁 信不信 这由你来 想一想咯 Google的确 拿了Android 这个软件 拿当礼物 赠送给全世界 赠送给硬件厂商 没有向硬件厂商收钱 然后 拿这个软件送给全世界的App开发者 他也没跟App开发者收钱 甚至 把广告呢 送到App开发者上 等等的 那么这类似的新境 也的确 造就了Android的 一个锐不可当 速入POSE的实力 的一个发展 以及他 占有了 在移动终端 这个超过半数的 大市场 OK 那么 一样的心境 一样的心灵 一样的素养 好 我们再继续的 把刚刚的 这一个 农夫的心境 以及他的 素养 把它对应到 这个 我们 在商业回合 有提到过的 这个客厅配件 的这个商业模式 我们把那个心境 应用过来 一样的 农夫呢 这一个 团队 有他的架构师 有他的心境 那么 在这个Visa 有他的架构师 有他一样的心境 那么在客厅配件 这个商业模式里头 一样的 有架构师 有A段架构师 有一样的心境 任何一方 合作者都不受害 那其实呢 这个客厅配件 商业模式呢 就是高换堂高老师 所设计出来的 那么 这个一所担任的 A段架构师 就是高老师 OK 那么 这一个 我也是在描述 我的心境 我也不希望 任何一方都受害 包括 你在听我课程的 这一个 读者 那我也非常感谢你 因为 你让我的心境 可以实现 OK谢谢 那 我们现在 就来看看 这一个我们 已经 看过的 这个图了 所以这就是 小配件的 市场的商业模式 让这一个 主硬件 然后呢 小配件 然后吗 这个软件呢 把这一个小配件 跟硬件 还有内容呢 把它串起来 然后把 这一个软件呢 去把内容 加进来 把配件加进来 把这一个组件加进来 等等的 让他组合在一起 然后形成一个 软硬整合开发 硬硬 结合销售 就是这里是硬件 硬件 结合销售 然后软硬整合开发 然后内容创意在云端 整合销售在中端 这就是 我们的 这一个 商业模式 也就是高老师 这个 A段架构师呢 所设计出来的 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好 那我们把它 对一下 这个两边的角色 在Visa呢 我们收购有 第一个角色是银行 第二个角色呢 店家 第三个角色呢 是这一个客户 客户 然后呢 在配件模式呢 也有 这一个 这是EA 这是硬件的 这一个 主硬件的厂商 DB 这是配件的厂商 再来 也有软件开发者 软件开发者 就像Android的平台 它的对应到的 叫App开发者 OK 那这里呢 配件模式 我们指的是 也是App的开发者 那就是2 一样的 也有用户 3 3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几乎都是可以对应的 那我们一样的心境 不希望 我们也不让 这个主 硬件厂商吃亏 也不让 应用开发者吃亏 更不愿意 让用户来买单 或者来 来吃亏 我们更希望 用户可以占 便宜 然后呢 再来 可以从配件厂商 来获利 配件厂商来 成为最大的获利者 所以那这就是 我们把它对应过来 一样的 类似的角色 一样的心境 一样的心境 好 那我们来看看 什么叫一样的心境 不让硬件厂商 花钱 不转价 给这个用户来买单 就是用户不会因此而吃亏 不让转件开发者吃亏 那么配件厂商获利最大 因为 随着 主硬件的销售 销售量 所以让这个小配件 量产 比如说 这一个 电视机 像长红的电视机 每年有将近千万 千万台的产量 OK 那 接近千万台的产量呢 我们可以让 这个 买电视机 送智能地毯 因此智能地毯 可以量产 到 这一个 300万件好了 那么到300万件的时候 成本会 大幅的下降 那成本下降 就是一种利益的来源 那么 这是 透过电视的 一种随机的销售量 跟既有的 既有的销售期到 并不冲突 意思就是说 这样确保 配件厂商的 获利最大 也就是说 既有的厂商 既有的 就是说配件厂商 原来已有的销售期到 都是直接卖给用户 直接卖给用户 那么现在 我们在开拓 另外一个销售期到 是卖给 不是卖给 就是 搭配 并建厂商的 一个销售的路线 所以呢 跟既有的 销售期到不冲突 意思呢 并不伤害 配件厂商的 原来的收入 我们只是 扩大他的 收入而已 扩大他的收入而已 好 那么 因此呢 A段架构师呢 就 可以把这个信用卡的概念 把这个农夫挑水交花的心境 把它用在 这一个 配件市场上 配件市场上 所以A段架构师 可以一辈子天天写代码了 A段架构师舍不得伤害任何一方 因此呢 也能像信用卡组织一样 持续获利 那 获利的来源就是因为 A段架构师的心灵的素养 他舍不得伤害任何一方 OK 因此呢 就可以 把这一个 智能地毯 做个 量产 做个量产 好 那么 这一个 借助主硬件的既有的销售渠道 就是国内有巨大的电视机的产量 连产量超过1亿台 在国内销售5000万台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透过 这个主硬件 也就是电视 这一个电视机的销售渠道 来带动 40亿小配件的销售量 因为 销售量一大 这个小配件的成本就下降 那么大家就来分享 这个小配件成本下降的利益 这个商业侧内呢 带来的极为庞大的 商业的新机会 以及 他带来的庞大的 商业的利益 OK 主硬件厂商 都掌握在国人手中 所以就很容易的 将小配件 销售渠道 这个 销售到 这一个三亿个家庭 三亿个家庭 那 这就是 我们把这一个 电视 把小配件 配在电视机上 就可以卖到 三亿个家庭 因此呢 小配件 就可以量产 成本下降 获得巨大的 这个利益 获得巨大的利益 那么为了增加 更多更多的 这一个 参与者 所以我们 继续的 可以把 这个商业模式 继续扩大 继续做加法 就是刚刚 我们说明了 因为刚刚的分析 那么这一段架构思 终于 可以 实现 也就是 可以 说服老板 说服 这个 相关的销售人员 这个市场的 规划者 大家 来支持这个配件市场 因此 大家就受到鼓励了 因为看到很多钱 可以赚 所以大家就继续的 在想象 更多的商业模式 让更多的 参与者进来 OK 这就是加法 所以 因为有架构师 去 厘清 这个 整个 复杂的 市 的这个 情境 把它简化到 简单的架构 因此呢 让大家觉得 就不再复杂了 因此大家就敢 继续的 去做 发想 去做创造 去 掌握 更复杂的情境 因此呢 什么叫更复杂了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这只是举例而已 就告诉你呢 可以继续的去想它 所以 我们可以来跟微信 平台对接 让这一个 智能地毯 让这个电视 一出场 就是微信 inable 就是 让这一个 让电视 像藏宏电视呢 让这个电视 一出场 然后就写的 这个 WeChat enable 意思就是说 电视机 你一买回家 只要网线一叉 所以你在微信上面 你在手机的微信 就会看到 电视机的 一些相关的信息 相关的信息 那么如果呢 你的智能地毯呢 你的智能地毯是联道电视 所以你的智能地毯呢 也可以 也可以一出场的时候 也是一样 写一个微信 enable 所以呢 你的智能地毯 就更好卖了 那智能地毯 所谓叫做微信 enable的意思呢 就是智能地毯呢 他可以联到电视机 再联到手机 所以智能地毯有侦测到 小偷来了 这个家人的 微信 就会有一个照片 会出现 把这个小偷拍下来 这样子 那这就是 我们的微信 enable 就是这个智能地毯 智能地毯 在上面有小偷走来走去的时候 电视机就知道了 因为他这里有一条连线 然后呢 电视在透过网络 微信的服务 把它推送到 这一个手机上边 推送到 人的 这家人的手机上边 甚至呢 推送到猫咪的手中 都有可能 所以呢 我们这样子就把这个 这个小配件 加上 这个 组件 之后呢 再加上微信的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 结果呢 就让 所有的人都获利 让这个家人呢 更喜欢 因为他可以得到 更多的服务 那么微信呢 也增加了三亿个家庭 的一个 衔接 变成增加了 三亿个客户端 所以微信 也不吃亏 微信也不吃亏 这个组件的 长虹电视 海信电视 也不吃亏 做的智能地毯的 获利最大 那么 这就是 我 高老师身为 一段架构师 的一个 心境 那 说真的 这个心境呢 也是 慢慢的 从这一个 信用卡的组织 从Android 谷歌的心境 而学习的 那 这就是 我鼓励呢 这段架构师 都应该 也要更多的 这种商业模式 以及呢 心灵的素养 那么会让我们的工作做得最好 让我们的产品呢 可以做得更棒 OK 所以呢 家庭里的其他智能设备 都成为电视机的插件 那家庭透过微信 推送信息给家人 家人在外 可以透过微信来访问 这个家里的电视机 再访问到家里的智能设备 那么微信 成为人人 最好的客户端 也就是说 我们做电视机的 做配件的 做主件的 我们都不用自己再选一个 可以在Android手机 跟iPhone手机上面 来访问我们设备 的一个 客户端的 一个 软件 我们直接 把微信 拿来成为我们的 最好的客户端 那么 除了微信之外 还有微博 Line 等等都是 我们可以选择的 所以我们就成为 这一个家里 叫微X平台 这个没什么 这是我创造的名词 先暂时不管他 所以呢 电视机就可以 连冰箱 连电表 连马桶 OK 那这样把它连起来 OK 那这样子 就是 我们的 一个 啊 所谓的 逐件 配件 应用 结合 销售 然后呢 电视机呢 再透过 这个微信 然后再连到 这个 手机上面 这样子 OK 所以让大家 多佛力 所以呢 家庭里的 电视成为微信 不移动的用户 所以等于我们 赠送的 三亿个家庭 成为微信的 不移动 的一个用户 所以呢 腾讯的微信 也占便宜了 也不吃亏 所以大家 加了越多的 商业模式 越扣大 那么 造就了 更多人的利益 那么 因此呢 这一个 客厅配件市场 就像一个轿子 大家来抬轿 大家来抬轿 因此呢 这客厅的配件市场 商业模式 就水涨船高了 大家都 都获利 所以这个商业模式 因此呢 就成为 大家都获利 他本身也获利 的一个非常好的 商业模式 这个商业模式呢 是来自 A段架构师的 心灵素揚 他的思维 以及他的心境 OK 好 那我们 这里就 准备帮你做个最后的结尾 所以 让硬件 也能够 有更多的创新 也能够增值 所以硬件 获利 像小配件 等等里头的智能地毯 都是一种 里头含有很多 传感器啊 等等的硬件 那么 跟电视机之间的 衔接的插件 也算是硬件 等等的 所以让硬件有很多创新 那么 因为硬件可以卖的 每年卖的5000万台 卖了5000万台 在国内的市场 所以呢 我们随着软件呢 因此复制到5000万个家庭 就保护的软件的复制权 那么 我们里头可以放的很多游戏 可以做的 很多内容的设计 剧本等等的 那么 也保护的创造者的利益 所以保护的内容的复制权 保护的软件的复制权 就透过硬件来保护软件跟内容的复制权 那么 透过软件加内容来 创造硬件的增值 这个 就是一般的软硬整合的概念 就是 透过 这个软件加内容 来 提供硬件的增值 然后再来透过硬件 保护软件 跟内容的复制权 的权利 所以让大家都获利 然后呢 因为用户呢 不必 这一个 花更多的钱 那么 他就可以获利 他获得的内容 软件 硬件 配件 等等的 所以客户呢 因此 占了便宜 可能价格贵一点 但是 我们在谈到了 他就是 确保 他是占便宜的 他是占便宜的 所以大家 分享配件量产 而成本大幅下降的利润 这是 一个短期 获利 之后呢 各自 在内容上面 等等 都可以获利 那一开始 大家就可以 快速的 分享到 配件量产 成本下降的利润 所以这个商业模式呢 照顾到 短期的利益 照顾到 大量的销售渠道 照顾到 这一个 各方的利益 让大家呢 这一个共赢 大家都愿意 来帮这个模式 排降 因此呢 这个模式 就水涨船高 素如破竹 OK 那我就 在这个 小回合呢 在这个单年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